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联邦银行推新卡 联邦集合卡 在日系美赚最高有限制10%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近期的市场上的新卡 联邦银行又推新卡了 这张卡片叫做集合卡 听起来就很像是那个啊 系合的那张卡片 我就觉得网友真的很有创意 因为他们就直接在我的那个贴文 下面就放了一个夕阳 然后有一只贺费起来的卡片 那个图真的很好笑 那这张卡片是不是就像大家讲 就是系合就是很烂呢 其实没有 这张卡片应该是近期 就是跟旅日相关的卡片里面 最好的一张 它的权益怎么样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消费 有国内跟国外 只有1%现金回馈无上限 1%是基本款的 就是没什么很厉害 那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 在日本的消费 有3.5%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也蛮好的 因为 如果你是在日本网购的部分 这一卡可能有3% 那你要到日本的实际的商家 做消费才有3.88% 这是台北富邦这一卡目前的优惠 明年会不会缩减不知道 因为现在还不能出国 但联邦结合卡这个活动是7月27号到明年的6月30号 都是有3.5% 回馈无上限 包括就是在线上刷卡的部分也是有3.5%的 所以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比台北富邦这一卡还要好的 那如果你想要出国去玩的话 我会建议你这两张卡片都带一下 因为不同的银行它会有不同的这个风控审核标准 所以你如果台北富邦这一卡忽然间刷不过去 你至少还有联邦的卡片可以替代 那如果你只带一张的话呢 你很可能在国外就是刷不过去你就只能复现了 就比较麻烦这样子 那除了基本回馈之外呢 现在还有一些优惠 比如说 早脑优惠再加码3% 这个加码3%怎么样等一下会跟你讲 然后在日系每赚最高有限折10% 也就是说你在国内的这些日系的餐厅用餐 可能都是满多少钱就直接给你打9折 我只是折10%这样子 这个还不错 那还有日系名店最高8% 跟日本Apple Pay消费5% 还有日本两大网购的5%回馈 所以这些数字其实加一加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其实是可以办下来的 不过我觉得目前我这边的办卡动能 没有很强烈的原因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还不能出国 所以很多人总是看看就好 没有说很急着的想要上车 那对于我来讲 就是你上不上车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又没有靠这赚钱 他也没有给我业配啊 我干嘛 我不需要业绩你知道 但是我就是把这个卡片整理好 分析好给你听 反正你将来在搜寻的时候 你还是有可能会找到的 只要我的文章的SEO还不错 其实你们都是有可能会再看到这篇文章 或者是在听到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那他现在的优惠呢 我就是跟你一一的解说 比如说早脑优惠这个加码3%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在这个活动期间 也就是今年的7月27号到明年的6月30号 这段时间来申请 其实你就可以拿到新户加码的1% 那这个新户加码的1%呢 是你合卡的当天到4月起 这样子起算的三个月内的消费呢 就是国内加码1% 但是因为它的月上限是多给100% 所以你就是每个月刷1万 然后拿到原本的100刷卡金 再加上加码的100就是拿200 然后你可以连续拿三个月 如果你在8月1号申请的话 就是8月份9月份10月份 这三个月份 然后可以拿到这个额外加码的部分 但是第11月就没有了 因为它只有加码三个月 那另外一个就是 数位账户的新户申办理 这什么呢 就是他们现在在狂推自己的New New Bank 那这个New New Bank 它的开户的权益 其实在下半年变好 因为原本就是只有2%的 高利活出可以存10万块钱 那它现在就加码到 新户开户就是3% 那如果你是旧户的话呢 你可能要符合两个条件 一个是证券交易满一定金额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刷卡至少刷6000块以上 你就可以拿到3%的高利活出 所以它等于算是有加码 因为它没有MGEN活动 所以其实我就会 没有什么诱因 就不太想去介绍 但是它这个东西还不错 所以你有兴趣你还是可以申请 你有这张卡片之后呢 你再来加办这个数位账户 就可以再拿到 因为你申办了数位账户 而加码的2%消费 但是呢 这2%消费就不含保费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不能够打到 自家的幸福M卡 如果自家的幸福M卡 就是被这个给超车下去 那就谁还要办幸福M卡 对不对 好所以保费的话 它一样固定就是只给你1% 所以如果你要缴交保费的话呢 联邦节奥卡不适合 你只能够用联邦幸福M卡 才有1.5%的这个回馈 每个月可以刷666667元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稍微确认清楚的 那刚刚讲到的新户加码1% 跟数位账户新户再加码2% 加起来是不是就3%了 那再加上产品基本的1% 是不是就是国内4% 所以很厉害 这个真的是蛮强的 不过因为它这种额外加码的部分 都只限定符合资格的4月起算的3个月内 如果你是8月份申请的话呢 4月份 所以就是从9月1号到11月底 那超过的部分呢 不好意思你就没有回馈了 所以它这个东西都是做所谓的短期促销加码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这个需求 然后你国内的刷卡金额也很高的话 我会建议你办这张卡片 因为它这个数位账户的新户申办加码 是2%回馈无上限 所以如果是基本1%再加上2%加码的回馈无上限 就是3%回馈无上限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国内的信用卡的 这个刷卡回馈里面算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参考一下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不错的亮点 叫做Apple Pay加码最高5%回馈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般而言的话呢 我们信用卡加在Apple Pay里面 只能在国内的商家使用 日本的话呢他们是走另外一个不同的系统 所以我们台湾的手机 然后榜上的台湾信用卡 其实在日本都是没有办法刷过的 这是没办法的 那这一次这张卡片 他说他们两年前就开始在筹备这一次的合作 那因为疫情就延了两年 那现在上线了 他们就跟大家讲说 全台湾只有我们的集合卡 绑定在Apple Pay里面 然后就是可以在日本改印支付 然后就是很厉害 很强牙这样子 那这的确是蛮难得的 我也是很期待 就是说我不用去日本 就一定要拿信用卡刷 我只要拿一个手机 然后直接就可以过捷运 对不对 他们的那个地铁系统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在商家消费的时候 手机过去直接就结账 那不是很好吗 而且他给你5% 5%多厉害 就是日本的消费 就是一律3.5%上线 那再给你额外的1.5%加码 这1.5%加码 每个人每一个月 可以拿到1000块回馈 所以你回推大概是刷 66667元都可以的 你想想看你一次去日本 你会刷个六七万吗 如果你是缴交房费 然后还有交通费 有可能可以的 但是一般人 如果只是为了 要买东西消费 其实不太可能刷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 回馈上线算是还不错 然后大家都要特别注意 在日本的消费 一定会被收取1.5%的 交易手续费 所以他这个5% 其实他在扣1.5% 等于是你时拿的回馈 是3.5% 所以这张卡片 我觉得将来去日本 会很好用 所以这是很不错的 反观乐天银行 他们现在有什么优惠 就是想说 原生的日本的机构 然后过来这边 开立的存网 数位账户 可是看起来没什么厉害的 有点鸟 那反而这张联邦的回馈 感觉上是蛮不错的 那这个日系名列8%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在日药本铺 然后在宋本清 或者是uniqlo 在这里消费的话呢 可以拿到额外的4%加码 那最高8%是怎样 刚刚讲的新户手刷里 还有就是新户手三个月 不是最高有4%吗 再加上这个4% 所以就是8% 但是对于我 已经有联邦账户的人 不能开new new bank 我是旧户了 所以那3%我拿不到 对我来讲就是 1加4 就是只有5%回馈 那这个4%呢 他每一个人的每月上线 是500块钱的回馈 所以你回退一下呢 大概就是 12500左右的消费 通通都是5%回馈 5到8%啦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 可以去把握的 比如说你很常去 uniqlo买东西 那就用这张卡片吧 不过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uniqlo比较少独立店 大部分都是在 百货公司里面 那百货公司的签单 其实都是走 百货公司的系统 所以银行的 签账系统 他没有办法 直接辨认出来说 这是uniqlo 所以很多时候 他都会要求 你要在独立店 再做消费 他才能够 直接帮你做认定 然后之前就是 永风大户 这个现金回馈卡 他特别把木计放进去 可是后来 我们发现说 根本很难用啊 因为百货公司 里面才有木计啊 你没有那种 木计的独立店啊 那你到底要去哪里刷 所以就变成说 他无法认定 不给你回馈 那你刷的就是白刷 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这张卡片 也是一样 就是他把这些餐厅 跟这些同路都算进去 但是如果他的系统 无法辨认出来 你也是拿不到回馈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日系每赚最高10% 这个是一样 今年的7月27号起 到明年的6月30号 在指定的餐厅 可以拿到最高10%的回馈 比如说什么 盛博店 消费两个套餐 送一个起司猪排卷 或者是花月兰 你满600元 限则50 然后是一封堂 满600限则50 其实他所谓的最高 10%的意思就是 只有一个最厉害是10% 其他都是给你一点点 然后像这个讲的就是啊 为什么满600不是则60块钱 又是满600才则50 就没有到10% 所以都是在骗人这样子 那那个金子半支柱 周一到周四满1000元 限则100 那这个可能还可以 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去吃 或者是像日本桥 周一到周四满1000元 限则100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都是一到四 因为一到四就没有人啊 才做促销嘛 五六日你就是休息了 你就是带亲友啊 或者是男女朋友去约会 那当然就卖你比较贵啊 都是这样子的 那什么太阳番茄面 限则10% 这就不错 然后什么树米肉粒 限则10%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 这些日系餐厅的人 这张卡片办下来 其实可以享有的优惠 还蛮爽的 感觉就有点像是 美国运通的千账白金卡 我吃饭的时候 用这张卡片结账 就是直接打 打五折 那感觉就不一样 那他当然没有办法 给到五折折扣 不然的话 联邦这个小银行 当然就赔死啦 对不对 他们没有要这样做 所以没有办法有到五折 五折你就要用别的卡片了 那另外一个 日系人气网购 5%回馈 这是哪两个呢 就是日本乐天市场 跟日本亚马逊 天哪 乐天市场到底在干嘛 就是还在躺着睡觉吗 就是都已经被公其成体无弯腹了 怎么还不赶快来加码 做一些优惠呢 对不对 反而是这张卡片 给你5%回馈 5%回馈其实就是 日本的3.5 再加上活动加码的1.5% 那这个活动加码的1.5% 上限是500 所以你回推大概是刷33333元左右 可以拿到5%的回馈 那你还要再扣掉105%的交易手续费 所以我觉得 大概是刷3万多块钱左右 每个月 你就可以拿到5%回馈 还不错 但是有谁这样 有事没事会刷那么多 你是代购吗 对啊 好 听完了上面讲的东西之后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错 你可以考虑上车 现在手刷里有什么东西呢 手刷里刷1288送500刷卡机 这个算是蛮普通的 就是没有什么困难 而且也算OK 所以刷1288 然后就送500刷卡机 如果你就OK 你就可以上车 那当然它同时期还有 幸福M卡的新护理 好像也是刷1288送500吧 然后联邦赖典卡送比较好 就是送最高到1500吧 所以你可以考虑 先从联邦赖典卡跟团上车 然后你再来救护的身份 加班这张卡片 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取舍一下说 总total你自己的手刷里 可以拿回来多少 因为这张卡片虽然说刷1288送500 但是它还有新护理 给你额外的1%回馈 每个月拿100嘛 所以你可以拿300 所以这张卡片用好用满 最高应该是可以拿到800块的新护理 好不是500 但你就看你自己取舍 如果你比较喜欢的是 联邦赖典卡给你的1500回馈 那其实LinePoint点数 那你就可以考虑先搬联邦赖典卡 然后再搬这张卡片 那它有没有推进活动 有 就是推一个新护送300刷卡机 好这个还蛮烂的 因为之前讲过嘛 新护理通常都是要 就是一卡至少要给个500刷卡机 但他们给不出来 对你就会知道说 这家银行就是一个比较小的银行 比较小气 因为赚的不多 所以没办法给太多 所以我们这边的MGM 其实也是根据 它的刷卡回馈金来做设计的 所以新护给多少 新护上车我给你170分 旧护给35级分 先说明 旧护上车他们可是一毛都没有给我 所以我办这个旧护上车活动 纯粹是为了要回馈粉丝 感谢粉丝 那你看其他人 谁在给你救护上车给你回馈的 没有一个人愿意给好吗 因为根本就是赔钱 对啊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 我会有我现在的成就 其实也是多亏大家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上车 我也是很愿意举办活动 让你们上车 我可以少赚一点 没有关系 我可以把我赚的 回馈给你们没关系 但是呢 大家不能吃到亏这样子 那优优班成员给200几分 基组班给人给300几分 等于是基组班跟团上车 银行给我的300 我就回馈给你了 就是一毛不拿的意思 那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但其实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的话 我会建议你就是2022年的上半年 来上车比较好 新户就直接给500几分 然后优优班给600 基组班给700 给很多耶 对不对 这个是大家每回报一张 我就是魁一张 好但没办法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午餐 所以我当然没有办法 就是一直给大家这么高的回馈 所以现在我就回到一个正常的均值 你现在上车就是至少100 然后越忠诚的跟团者 我就给你越高 最多就是100%全部回馈给你 就是这么简单 那本团的活动 其实也是跟着他们的官网的活动 走到明年6月30号 所以你不见得一定要现在上车 你可以看你自己的状况 或者是你的连征的次数 会不会太多了 然后或者是下半年 明年有打算要出国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很明朗 确认可以就是出国回来 然后都不用做隔离了 那你再办再来用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因为我们有 就团办卡的压力 所以你们就随便来吧 好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 YES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 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